我们是足够的花朵 河石镇中心学校 大家好,我是华尔三哥 这里是四川省自贡市的河石镇中心小学 现在是上午的上课时间了 学生还在教室里面上课 这个校园看起来比较紧错 这里是老师的停车场和一个篮球场 我估计教学楼的后边有一个足球场 整个校园的环境还是不错 这位种了很多树 能听得见各种鸟的叫声 校园的后面就是一片田园 我们来看一下学校的全景和周围的环境 迅速到高层集合 学校花的很开 请大家在网站上迅速到高层集合 请大家不要慌张 现在河石镇中心小正在进行消防演习 模拟的是发生火灾 这里是他们的操场 看来他们没有专门的足球场 这样的消防演习非常的好啊 在我们以前上小学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消防演习 看来咱们的教育真的是在进步 素质教育真的是名副其事 这种消防演习在人多的学校非常有必要 所有同学按照星期期的位置 所有同学按照星期期的位置 迅速找好自己的位置 所有同学按照星期的位置 报告为数一年进行班 二班 四班 五班 尊敬的各位同学 这位同学 今天呢 是我们的罗斯科中心学校 二日二十一年 消防一级企业的一个现场 我们今天 主经测试消防的进行年 只有一个动物 那么就是希望大家进一步的树立 这种安全地 提到大家面对危险的时候 在老师的服务下 能够有最大的特点 总也来说 我们的演练 还是比较要求 咱们今天的消防演练 以及面试的 一天一天的演练 快到二十多秒 二十多秒 可能就会 出现二十多个人 其实更多人就能上 那我希望所有的同学 还有我们的教导 中冷中心 一步的更容许 我们的演练 或者有应该发生了一些危险 因为我们孩子知道 这是演练 所以下车时不来来 也没有用你的手手 无助手动力 而无所谓 慢慢下车 如果真正发生灾灾 或者是在微信起过的时候 不管你是什么事要 还是什么事要 通通通要 直接跑到安全地区 然后再继续 好 那我们一二十年就先走 或者六十年就先走 演练已经结束了 高年级的同学先离开 因为知道是演练了 他们并不是特别的紧张 好 其他办法 你可以煮饭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有趣 好了 朋友们 何时镇中心小学的视频 我们就拍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